没时间想吧 对没有没有时间 因为主要那时候过去我啥都不会 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 然后我就要去不停的去追他们 然后去追他们追赶他们 然后就要更加辛苦的去练 他说他以前在练习生 跳到那个镜子都是雾 全是奇雾 因为每一天就是一直跳一直跳 跳到很热 桑拿房一样 他就练得实在练不下去了 然后我们就跑了 然后就想了很久又没地方去回来了 我现在三位演员拍戏 这一拍戏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我们喜欢就像刚刚讲的事 因为你身在其中 像我们就是这样 玩游戏 没有 你膝盖疼了 我每天都要冰 练完就冰 军运动员下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先冰敷像他一样 把今天的炎症给他控制住 不要让他扩散 你看人家都没那么多毛病 就你一个人 我老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估计他可能 受不了吧 受不了吧 啊受不了啥 要弄什么 来放里头啊冰箱 把脚放进去啊 哈哈哈哈哈哈 放啊 练放一只快点 哈哈哈哈哈哈 最酸爽的 你你要挺过这一段就好了 啊 哈哈 表情表情表情 微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他会痛到心里对不对 啊 会痛啊 这痛痛那不是 哈哈哈哈 啊 啊这好痛痛痛痛 挺过就好了 哎他拿出来也会更 也会痛 太痛苦了 这也没什么 好痛啊 都紫 你和他换他 那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都是太习惯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十五分钟了 要十五分钟了 要十五分钟 九五 五 四 十秒都不行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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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是吗 对对对一 哎那个马达娜他每次开完演唱会啊就一盆跳到里面 我倒看过人家把浴缸里放的这个整个人气进去 舒缓的吧 舒缓 哈哈哈哈 哇 我忘了不咬人 我忘了不咬人了 你个嘴要咬我 我胳膊没了 哈哈哈哈 他没提醒 好痛 哈哈